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戒神碑内方寸山中 落云长运转九阳真觉 很快便进入到了忘裸之境 四周散布着大量的南火晶晶圆不断地涌入体内 一道道的九阳异象在身体上闪现出来 将整个洞内照耀的一片火红 李云霄在对方的那股澎湃之力下 孱弱的身体上渐渐的多了一些点点光芒 呈现出银白和金黄两种颜色越来越多 李云霄的神识开始慢慢沉寂在那种暖暖的力量下 得到温氧和滋润 浑身说不出的舒服和惬意 好像严冬之际 而沐浴在阳光之下舒服的昏昏欲睡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 他的神识从那种欲睡的状态下逐渐的苏醒 肌肤上呈现出淡金色 不断地吸收着四周南火晶晶圆内的力量 同时一道道明月神光从体内散发出来 与空中的九阳之气相互灰映交织在一起 两个人都是神态安详 面带微笑 处在一种奇妙的状态下 一手虚空 任由神体之力互相扩散交融 感受着那种无我无物的空灵之境 而四周的南火晶晶圆的消耗速度也变得极快起来 李云霄突然间闻到一股淡香 轻幽扑鼻 令他浑身一震 猛然间睁开眼来 只见骆云长 不知道何时已经靠在他的身前 双目紧闭 依然沉寂在那一手虚空之中 只是一种本能的靠了过来 那淡淡的厨子清香和温润柔软的肌肤 那坚挺的苏胸已经贴在了他的胸膛上 李云霄感受着那浓浓的鼻息 一股无名的浴火在丹田之下熊熊燃烧 纵然是圣人 也无法不为之而动 李云霄的手情不自禁地俯上了那轻柔的秀发 另一只手则猛然握住了骆云长坚挺的香乳 骆云长的身躯剧烈一颤 从那无我的意境当中惊醒了过来 双目当中满是迷离和镇惊之色 全身忍不住的站立 只觉得李云霄捏得他十分用力 疼得忍不住呢喃起来 刚刚一出声 一股阳刚的气息扑面而下 嘴唇立即被火辣辣的舌头塞了进来 堵住了 他一下子脑子一蒙 彻底的变为一片空白 任由那握着香乳的手开始顺着轻衣螺衫慢慢往下滑动 滑入他的蟹衣内 在一阵疯狂的喘息声当中 两个人的衣袋解开 变得有些凌乱起来 骆云长和李云霄已经修炼了近三日的光景 外面的众人有些焦虑不安起来了 放开我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小五被他们捆在了一块大石头上 打算一有不对就立即送进去 好怜少皇烦躁的来回走动 这云长小姐也真是的 什么情况至少传个信出来吧 让大家安安心 莫小川怒道 别总在我眼前晃悠 让我看得心绪凌乱 骆小姐自会有主张 不用你多瞎操心 袁高涵一直在默默的闭目修炼 突然间猛的睁开眼来 惊道 怎么回事 里面的气息一直都很平稳 除了骆小姐的九阳蒸气外 另外那股力量应该是李云霄身上散发出来的 我原本以为定然没事了 可现在两个人的气机完全乱了 不知道是否有状况发生 莫小川一惊 蒙道 袁大师 这如何是好 我们是否要做些什么 袁高涵面色有些凝重起来 沉思的说道 就怕他们修炼失败导致走火入魔 但此刻进去查探的话似乎有些不妥 毕竟神体灰映之势 最怕打搅 若是原本没事 被我们惊绝了 那就真的完蛋了 不妥 有什么不妥的 如此紧要关头 你们不去 我去 好怜少皇的性子最急 忍不住就要冲入山洞之内 袁高涵喝道 不可 你身上的地气波动极强 进去之后很可能再行添乱 要去的话 也是让丁小姐去吧 她的修为最弱 引发紊乱的几率最小 丁灵二说道 那便我去吧 我会尽量的收敛气息的 她脸色凝重 将身上的气息尽可能的压制下来 慢慢的走入山洞之内 里面一片炙热的蒸气 让她浑身冒汗 生怕自己的动作会惊扰两人 她走得十分缓慢 终于来到了山洞之内 紧张的定眼一看 啊 啊 两道惊叫之声从丁灵儿的口中传出 眼前的一幕顿时让她浑身一震 李云霄和洛云长两人半裸着上身 正紧紧的搂抱在一起 干柴烈火正一发不可收拾 丁灵儿的脸颊立即红紫的如同茄子一般 羞愤之下 整个人瞬间就化作一道光芒冲了出去 不带莫小川等人询问 就远远的顿走 她的这一下惊觉 顿时让洛云长也猛然的惊醒 看着自己如此不堪的一幕 已经尽数的落在了丁灵儿的眼底 只觉得有些头晕目眩 她急忙一把推开李云霄 地上的衣裳瞬间遮盖在身上 同样的化作一道光芒 远顿而去 李云霄一下子也清醒了过来 呆滞了一下之后苦笑不已 此刻身上的浴火烧到了顶点 浑身难受 但洞外的莫小川等人也惊动了 她脸上微红 急忙运转元气 将丹田之下的那股邪火压制了下去 莫小川等人紧张地等着丁灵儿的消息 却听到她两声惊呼 以为出了什么状况 急忙就要冲入洞内 却见丁灵儿化作光芒直接迎面冲了出来 二话不说 远远地顿逃而去 让他们几人顿时蒙在了洞口 这 怎么回事 好连少皇脸色古怪道 丁小姐的脸色怎么跟茄子似的 莫小川犹豫了一下 不管了 先进去看看吧 云少的安危最要紧 他们正在进入 又看到洛云长冲了出来 同样是瞬间化作光芒 一掌劈了过来 开出了一条路 远顿而去 这 这一下大家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好连少皇更是惊讶到 怎么 洛小姐的脸色也更像茄子似的 难道里面种了茄子 茄子你妹啊 洞中传来一道怒骂 李云霄的身影渐渐地走了出来 只不过脸色有些怪异而已 云少 你没事了 几个人大喜急忙迎了上去 袁高涵盯着他看了一阵 叹道 神体的奇效果然惊人 不仅尽数恢复 而且力量直接暴增 短短三天就已经突破到了九星五皇 好连少皇惊喜道 这才不知法真厉害啊 才采了一个九 云少 你可一定要把这功法传给我 若是我早学会了 现在早就是五帝巅峰了 李云霄不理他 怪异的脸色往外看去 内心一阵发晕 这下 丁灵二和骆云长怕不知要躲他多久了 三个人若是再相见 那是何等尴尬的场面呢 他只觉得一阵头大 丁灵二和骆云长虽然远远逃去 但戒神碑内的一草一木 都在他的感知之下 只觉得两个人还在不断的飞逃 墨小川说道 云少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两个人都朝着一个方向逃一般的飞顿而去了 啊 一个方向 李云霄傻了眼 感知之下 果然两个人是同一个方向 而且越来越近 他一拍额头 赶紧将自己的五感六十和神念切断 说道 没事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醒来 他们就跑开了 也许是这里面待久了 觉得有些闷 散心去了吧 李云霄边说着边往山洞内走去 说道 我身体刚恢复 闭关几天 不要来打搅我 袁高涵等人一个个面面相去 皆是露出 你懂的微笑来 东狱之内 三十三座名城之一 浮丰城 城内有三大势力盘踞 其中 夏侯家正是其一 整个夏侯家一片喜气洋洋 人流往来 络绎不绝 偌大的家族全都沉寂在欢庆之中 今日是他们的家主夏侯元明百岁受臣 同时也是他纳妾之喜 对于武者来说 百岁并不算什么 夏侯元明的这个小妾只有十六岁的年龄 也无人觉得不妥 夏侯家在整个东狱也算是一号势力 所以深交也广 庆贺之人 川流不息 整个家族的力量都被调集过来待客 以及维护秩序安全 此刻 夏侯家最为森严之地 宝库密室之中 夏侯元明正一脸的凝重之色 哪里有半分大寿和纳妾之喜 望着一方桌上供奉的玉杯 喃喃自语道 但愿不要出事才好 只要熬过了今晚 就一切安然了 身后一名男子 脸上满是不在乎的神色 正是长子夏侯成 一脸的落腮虎 五大三粗的模样 嚷道 爹 你未免太小心了 不就是一件玄器吗 到底是不是九阶玄器还无法下论断 哪怕真的 以我们夏侯家的力量 难道有人敢来抢不成 夏侯元明冷冷冷的看了他一眼 怒哼道 无知者无畏 你真当夏侯家天下无敌了 在拂封城都不是老大 放在东狱更不知排到哪里去了 眼界扩大到整个大陆的话 连喳喳都排不上 夏侯成被骂得没了脾气 无奈的说道 爹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那些实力远胜我们的宗门 根本就不缺这东西 缺的门派也不敢对我们下手 以我之见 这东西咱们还是自己留着吧 爹 你现在已经是五帝强者了 若是炼化了此物 定然可以成为拂封城第一高手 到时候直接力压另外两家势力 甚至吞并他们 也不是没有可能